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財務協 今天指數又漲了七十四點 又漲了七十四點 那其實你可以觀察到 今天其實盤面上 先前漲多的股票 有一些包含像矽晶元 包含像被動元件的 已經漲很多 休息一下 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一些網通的 漲一些LED的 就是漲一些還沒有動的 那所以說我說 如果你要問我行情 我個人認為 其實操作上面就兩個重點 就像我昨天這幾天跟大家講 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那個股票 它可能已經漲一段 然後中繼再漲了 那看有沒有未來目標價很遠 對不對 它已經先表態了 就像2388的威盛 2388的威盛 下個禮拜就被放出來了 對不對 就被放出來了 那我們的威盛 最近都乖乖的 我們沒有 對不對 沒有很突出 就是被關起來 九個交易日 在關一關之後 下個禮拜 二就開始正常交易 對不對 那你去想有什麼股票 因為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看 當這個貿系去年5月31號 到昨天也是5月31號 同樣是漲 同樣是一年時間 可是貿系從3塊2變成51塊多 它已經漲了16倍 對不對 漢壘也是 核金也是 這個從13塊一年時間漲3倍 核金漲4倍 那他們共同特性是什麼 共同特性就是他們比較便宜 所以呢 現在我們 會把部分的 部分的資金 布局在一些低價股的部分 特別是那種10塊錢的 特別是那種10塊錢 因為10塊錢 感覺就會 總覺得因為別人都漲了嘛 對不對 10塊錢的 你看別人都漲了 都漲了就不會有10塊錢的啦 真的啊對不對 大家都漲了 他們怎麼可能回到10塊20塊 不可能啊 這不可能回來啦 所以這樣 回不來的情況之下 誰是低價的 那這個就很重要 對這就很重要 例如這我跟大家講這個 國具大動作 黃買被動元件股 這個是新聞上面所寫的 包含華興科大義跟蜜望石9毫 全部大漲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你要買什麼 其實9毫你不一定買得到 但是你可以買跟9毫 合資成立立成光電的 2486的一拳啊 對不對 與9毫合資成立立成光電的一拳啊 這個東西用在什麼 3D感測AI跟被動元件 對不對 好來 這是5月29號 我跟大家講 5月29號的一拳 10塊多 對不對 10塊多啊 結果 運氣不錯 5月30 禮拜三漲停板 來昨天 5月31 漲停板 今天 不好意思喔 今天還是漲停板 今天還是漲停板 連續3天3次漲停 那我跟大家說 3次漲停之後 現在暫時可以 因為短線漲多了 可能要震盪休息一下 那我們要找什麼 一樣的嘛 對不對 來我昨天跟大家說這個 昨天跟大家說這個 有這一家叫IC設計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漲IC設計嗎 今天漲那個字圓啊 漲那個3443對不對 今天開始漲這個對不對 漲IC設計 因為IC設計很久沒有動 你要去抓到輪動的感覺 但是我們沒有買這個 對不對 我跟大家說買這一支 這支 股價10塊 股價10塊 去年毛利率是48塊喔 對不對 來 那 散戶一直在走 總股動人數是在減少 特殊重量再增加 對不對 才10塊錢而已啊 好 才10塊錢你去看喔 它過去160塊 現在10塊錢啊 只有聯電配息 光配息就可以0.39元喔 只要他領到股息 因為聯電配0點 就是配0.7塊嘛 對不對 他可以領到股息是0.39元 這是 這是一定穩定的配息嘛 如果聯電噴出 那就另外再算了 就說是這樣子 好 跟Microchip 也就是所謂的維晶 對不對 維晶科技這一家公司 他這一家公司 他又去入股 這是美國掛牌了 他又入股了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在美國掛牌公司 欸 他本身就是MCU的所謂的 龍頭場之一 這是MCU 微控制器 那個未來的市場很大 微控制器 所有東西都需要微控制器 MCU 好 那MCU未來也有可能漲價 那他跟他 他又去合併了這個 或中國反壟斷當局批准收購 對不對 喔這個很難耶 這要不是川普在那邊叫叫叫 這搞不好中國是 是不願意的喔 好他批准收購之後 他的股價就又要創新高對不對 好那他是跟他合作了 他跟他合作了 對不對 我跟他講的事情是這樣 你現在要去找那種 比較穩定的 就像巴菲特一樣 巴菲特買的股票 不一定會天天漲 對不對 他天天漲股票 搞不好巴菲特都沒有啊 你看那個什麼 亞馬遜什麼 巴菲特沒有啊 特斯拉先前漲很多啊 對不對 巴菲特也沒有特斯拉 因為你不可能所有股票你都熟 然後你全部都買 你每次都漲停板 對不對 可是重點 巴菲特是股神 你要了解最後的結論 你只要做到跟巴菲特一樣 買低檔的 其實就已經很安全了 對不對 今天 如期 攻擊 可是很可惜的 今天來到漲停板兩次 來到漲停板之後 哇糟糕 漲停板打開 今天震盪洗盤 震盪洗盤 收盤收的不怎麼樣 可是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啊 你去買一個10塊 10幾塊的股票 你想想 你如果買10塊 淨值14塊 股價10塊 去年毛利率48% 如果沒去 沒去 多少錢 對不對 今天是說到漲停板 不過漲停板 兩次之後 鎖不起來 很可惜又下來了 但是我的想法是什麼 只要你買低檔 買低檔的股票 買低檔的股票 了不起就少賺一點嘛 對不對 那你又說 老師 如果時間拉長 盤子時間變長怎麼辦 盤子時間變長 我們再買 我告訴你 我再告訴你 一樣的股票 真的 如果盤子時間變長 來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不會有人跟你講 重點是不會有人跟你講 如果每個人都在講 10塊錢的威懲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威懲絕對不會是10塊 好不好 威懲一定是40幾塊錢 大家才會看好 更何況 40幾塊錢 沒有人敢看好威懲 因為威懲你找不到題材 找不到故事 你沒有低檔值 對不對 來仔細看 這今天很重要 今天你看到一個新聞 叫做5G動起來 網通股風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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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今天 製翼公道漲停板 製邦大漲 正文也漲上來 起基跟核情控 這都是先前沒有漲的 3596是 它是最近漲 有比較漲一點 那其他像2345 那先前都沒什麼漲 4906先前沒什麼漲 你看一下 那先前都沒什麼漲 慢慢來對不對 慢慢來 好來 5G動起來 網通股風漲 好重點來了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當5G要來臨的時候 5G網通它最需要的上游 上游是什麼 我說的是上游 大家都知道這個商機很大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5G商機很大 所以會有很多競爭者進入 所以你去做後段 做後段其實商機很大 可是搶那個大餅的人也很多 搶大餅的人也很多 不過呢 你可以朝另外一個方向去找 就是找上游 如果未來上游 就是5G的商機很大 那你去搶 你去做上游 反正下游很多人會去搶 對不對 那你上游的需求就會很大 就像什麼 就像這個12寸廠 現在大陸在蓋12寸廠對不對 他們蓋12寸廠 它是不是需要矽晶圓 所以矽晶圓就大缺貨 沒錯吧 那因為未來基地毯要改成5G 對於車用也要需要用到被動元件 所以過去技術都掌握在日本廠商 有少數掌握在台灣廠商的被動元件 最近狂漲 這不是狂漲 這狂飆 對不對 12寸矽晶圓也是狂飆狂飆 那你 我問大家這個問題 矽晶圓跟 所謂的矽晶圓跟所謂的被動元件 它們有個共同的特性 就是它只有日本廠商在做 還有台灣廠商在做 那過去需求沒有很大 不過現在呢 矽晶圓缺貨 被動元件缺貨 好 那我請問你 5G網通需要什麼 上游了 不是下游 是上游需要什麼 來 你想想看 這是過去矽晶圓大缺貨的時候 但是現在矽晶圓大缺貨 你發現有一家 矽晶圓它掌握在誰的手上 第一個 全球勢戰率最高的是日本 信越半導體 第二高的是日本盛高 這兩個加起來已經超過50多 好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 叫台灣的 台灣的環球金 台灣環球金在全球市場率 在這個地方排到全球第三名 所以呢 當這個 世界開始缺貨的時候 環球金的股價 從63塊2 漲到642塊 真的喔 63塊2 漲到642塊 怎麼來了 去年 2年前的5月份 2年前的5月 環球金63塊 2年前 2年後 5月 640 要去錢 去10倍 好 那請問環球金漲了10倍 誰賺最多 當然是壓寶環球金的人賺最多啊 環球金的大股東嘛 對不對 好 那領先壓寶環球金的 以現在這個結果來看 這應該不叫厲害 這應該不叫什麼 超盤人 這叫神人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 壓寶環球金的人還壓寶什麼 你這樣與神同行就好 之前有部電影叫與神同行 對不對 那股票市場裡面 神是誰 可以在這個大缺貨之前 他就已經壓寶環球金 環球金 壓寶環球金的神人 他壓寶什麼 我告訴你 5G 上機爆發時 有沒有人先卡位上游 上游喔 上游喔 卡位環球金的人 專門在卡位上游 那他有沒有人在卡位上游 有一家公司 他過去90%的原料都來自於日本 那現在呢 這家公司的規模 已經僅次於日本 是全球的第二大 他做什麼 5G網通的最上游的關鍵原料 5G需要什麼 他需要PA 他需要綠婆琴 對吧 那未來因為頻段變多 5G頻段比4G頻段更多的類 那你那個小小的封裝裡面 小小的封裝裡面 你需要一個所謂PA 就是生化家 生化家已經全部大漲 生化家下面要擺什麼 生化家下面擺什麼 那綠波器需要什麼 都需要這個原料 這一定會用到 而且會大爆發 大爆發 那這個東西呢 誰中壓了 這家公司是現在全球第二 全球第二大 如果同樣的事情再發生一次 這個在日本的廠商 掌握了大部分的技術 那接下來就是台灣廠商 他 人家已經在多久年前 就去壓飽環球金 不只壓飽環球金 他還壓飽了這一家 這一家現在十幾塊 十幾塊 十幾塊 大股東四年前壓 加碼成本是 二十五到二十七六七 現在比這個便宜十塊錢 便宜十塊多 不會有人跟你說 因為沒有煎炮 而且總股東人數一直減少 總股東人數一直減少 對不對 你要去想一個東西 當所有的股票都上去 大家從十塊錢變成四十幾 十塊錢變成七十幾 二十塊變七十幾 二十幾塊變 十塊的幣四十幾 十塊錢的變四十幾 二十幾的變七十幾 九十幾一百 那如果有十幾塊的呢 趕快買啊 真的啊 有十幾塊趕快買 就像我跟大家講這個啊 我不是跟你講了嗎 來 我跟大家講這個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這個 重點你要看時間 就叫一拳 五月二十九號 五月二十九號 它只有多少錢 十點多元 五月二十九號 對不對 接著掌停板 掌停板到今天掌停板 來回顧一下 三天前一拳的武俠 另外一種你可以去選 九豪是桃子雞板 雞板 那跟桃子雞板的還有誰 對不對 選一下有沒有在低檔嘛 對不對 來九豪它有轉投資一家 還有九豪轉投資一家 叫立成光電 立成光電跟九豪類似的 九豪跟這一家公司 一起合資成立一檔 叫立成光電 立成光電 它已經開發完成全球 唯一結合高分子材料 跟陶瓷電路板 那這個東西可以應用在 3D感測AI跟變動文件裡面 這是九豪幾年前 就跟這一家公司合資成立了 今天九豪已經得到升天了 對不對 來人家來入股 你看一下現在 以國具現在合併的一個能力 跟力量來講 那我們認為未來的商機會很大 如果未來持續再買的話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 那跟九豪做一樣有誰 跟九豪做一樣有誰 桃子雞板還有誰 還有一家 還有一家 九豪轉投資的這一家 立成光電 立成光電 有另外一個股東就是他 他可以用在3D感測AI跟變動文件上面 股價10X塊 不是1X 是10X 股價比0.6 股價還低啦 真的有些時候 來在禮拜二的時候我跟大家講 2486的一拳 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如果你要買九豪 你是買不到了 今天一拳還是掌停板 今天一拳還是掌停板 而且他存在那邊大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因為一開始你去看 他今天是第三支 今天禮拜五掌停板 禮拜四掌停板 禮拜三掌停板 禮拜二很浪漫 對 真的欸 老師你說的真的是對的 這禮拜二 5月29號 對不對 9號掌停所 買不到9號 沒關係啊 你可以買一拳 5月2 禮拜二 一拳在這裡 他股進比才0.6 對不對 是不是一拳 一拳 禮拜三掌停板 事前預告 事後狂飆 真的你現在要去找那十幾塊了 你要去找十幾塊 我跟大家講啊 真的啦 你去想這2349 這萊德 以後十幾塊的會越來越少 欸 萊德過去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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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德過去 這三塊四塊 現在十幾塊 你要去看啊 你是不是十塊錢 就很會飆 所以你現在要去想 一個事情 有沒有那種 現在低價了 現在低價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支很可惜 今天漲停板 沒有辦法鎖起來 我覺得蠻可惜 那蠻可惜 那沒辦法 我看一下狀況 他如果整理時間 會變長的話 那我們也不能浪費時間啊 我們再來買其他的 對不對 要買什麼 一樣啊 我要買到最上有的 請問什麼標最多 被動元件 你會講對不對 那個矽晶圓 你會說嗎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他們漲翻天了 好 十二寸小需要矽晶圓 機力臺車用需要被動元件 那請問5G網通需要什麼 5G網通需要什麼 5G網通需要什麼 5G網通需要一個 最上有的東西 最上有的東西 有一家公司 它的規模是 僅次於日本 現在是全球第二大 過去90%原料都來自於日本 只有這一家 現在可以做到全球第二大 那我請問你 他為什麼會做到全球第二大 老師現在沒有5G啊 那為什麼他可以做到全球第二大 代表有人先進場佈局嗎 你要先投資 先去擴產 他才會全球第二大 老師那5G還沒開始 他怎麼會全球第二大 對啊 他已經燒了很多錢 錢已經飛走了 先燒錢 先燒錢 燒錢的過程當中 你說老師 燒錢未來會不好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的大股東 我稱他是神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股東 就是壓把環球金的人 就是壓把環球金的人 環球金兩年的時間 從63塊2漲到642塊錢 對不對 請問誰在之前就提前壓保環球金 所有的技術都在日本 只有環球金是第三大 對不對 同樣他又壓保了一家公司 在這裡 現在營運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股價十幾塊 人家四年前還用25塊27塊7 這個價位再加嗎 你認為嗎 真的 我跟大家講的是 回想一下 到底是誰 18塊錢跟你講加聯益 誰 八十幾塊跟你講紅海 對不對 17塊錢跟你講 那個漢語伯 10塊錢跟你說威聖的 這才知道你是好朋友 歡迎向我們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次一段再回來 謝謝大家 輪源投庫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選股 今天指數又漲了74點 你會發現最近的股票 要是不動 就都不會動 很多股票其實他都不太會動 可是他一旦動起來 一旦動起來 不是漲一點點 一旦動起來都漲很多 一旦動起來都漲很多 所以你現在去想 你看現在連萊德 萊德都16塊錢 沒多久之前 萊德是不是三四塊錢而已 沒錯吧 現在已經16了 那先前十幾塊了 十幾塊了 現在 真的啊 先前十幾塊了 先前三塊了 現在50 13塊了 40幾 這不是說漲上沒有人要買 這從13塊漲到40幾 更多人要買 這從18塊漲到70幾 更多人要買 這從22塊漲到79 更多人要買 真的喔 就是漲越多 成交量越大喔 那如果是這樣 那你一早上有現在十幾塊了 真的 就像我跟他講威盛 我跟他講威盛 到昨天 40 請問40塊是什麼概念 40塊就是你懶人投資法 懶人投資法 你都不要緊張 你都不要做 你去買就破 賺三塊 這樣啦 很簡單 這樣他也不用做 所有都不用理他 你就去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擺著 到昨天40 是不是所有買都賺 對不對 到昨天為止 來你看一下2388 他被放出來 你要小心喔 你不要看他從10塊漲到40 覺得他漲很多喔 我告訴你 10塊漲了 漲過40的還很多喔 真的喔 這個 沒有你去想 很多股票漲很多 你自己看 只是拿其中幾檔股票而已 3塊漲到50幾啊 對不對 這個裡面 都雖然每個人有不一樣的題材 可是威盛有人工智慧 有人臉辨識 有邊緣運算 有唯一吃得到中國新 而且擁有中國新 上海造新兩成的股份 而且它是MSCI新增成分股 你認為只有40塊算過分嗎 我跟大家講 這怎麼會是過分呢 等到真的過分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連拍手你都會覺得說 這其實在這個 對不對 所有的量賣掉的全部都是錯的 現在在這裡對不對 所有有量的地方你賣都是錯的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買著報紙全部上來就對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沒錯 對不對 我可不是事後跟你講的 真的喔 我可不是事後跟你講的 你仔細看喔 我跟大家講這個 他需要時間 我跟大家講這個 漢語箔 來 是不是十幾塊 真的 我跟他講漢語箔啊 我跟他講他有華星科啊 真的啊 只是報紙還沒寫啊 當時 來報紙寫了嗎 還沒啊 這漢語箔在這裡耶 我跟他講的時候在這裡 等一下 五月二號跟五月三號 就這兩天啊 這兩天啊 這兩天啊 老實在漢語箔大牛骨啊 對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這個啊 真的 他這裡跟你講的 你去 上午去看不一下 在這裡喔 來 這裡 加點十八塊 有沒有十塊可以到七十幾 對喔 十塊到七十幾喔 有沒有 大家都在搶網通 我不搶 我要買網通的上游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 對不對 你看到的都是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都是 都是比較下游的 我到處你要買上游 網通的上游是什麼 矽晶圓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他是上游 背道文研究為什麼會大漲 因為基地台車用都用得到 那網通5G需要什麼 網通5G需要一個東西 所有的技術掌握在日本身上 那這一家規模已經是 僅是日本全球第二大 他憑什麼全球第二大 他因為他被 他被人家投資 那他的大股東是誰 他的大股東 就是投資環球金的人 環球金兩年 壓寶 這樣子賺十倍 這個叫做十年磨兩劍 十年磨兩劍 一支劍叫做環球金 另外一支劍磨這一支劍 這一支劍 我們不需要當神 我們只要與神同行就好 對不對 神買什麼就買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自己很厲害 不需要自己很突出 對不對 來 與您分享隱藏版的口袋名單 今天週末 祝大家週末一塊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